最近,爽子姐的瓜永仁辛辛苦苦几十年,爽子姐一天就赚到了。 此种对比下,人们的幸福感又纷纷下降,很怀疑人生,很生气。 那么,郑爽等一众流量明星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吸金能力呢?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分析分析。 首先,近几年用流量明星赚粉丝的钱的商业模式已是很成熟,不然的公司也不会愿意出1.6亿添加。 毕竟公司都是要赚钱的,现今流量为王的时代,有流量就会有钱赚。 而且流量明星的粉丝都是年轻人,消费能力够强,也舍得花钱,这在制作公司的眼里是一座金山。 流量的价格相对于以前,已经是金飞西比了,从互联网初期的几毛钱一个的获客成本,现在已经是上百元了, 而在线教育的获客成本已达3000元。 在此情景下,有千万粉丝的流量明星的身价,自然水涨船高,粉丝经济也孕育而生, 在各个粉丝后援团的精心运作下,流量和收入双双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。 饭圈文化作为搏来品,与流量明星的产业共同发展, 拍影视剧,接广告,粉丝应援等各种收入,花样百出, 就形成了现在的天价片酬,它可以占整部剧制作费用的大半部分, 影视剧的质量自然就可想而知。 打工人白天辛辛苦苦打工,晚上回到家还要看这种剧, 还得承受收入的天差地别,你说能不刷黄决抵制, 一扬合同,投逃税款等违法违规行为, 用好的电影作品回报观众。 好了,今天就说到这儿,我们下期见,记得点赞关注。